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的破坏地就不灵 生态环境被破坏地就不灵 地不灵就会很多的所谓的灾难产生 你看这是前段期间在中美洲墨西哥那边的地震 地会裂开的 地壳是会飘动的浮动的 近年全球的灾难 来 我们稍微看一下 这是9月份 墨西哥发生了8.1的强震 百年来最强 而且加上飓风 台风又夹挤 还好这一次的8.1的强震 因为它的阵阳是在海上 所以对于墨西哥造成的伤害 还没有那么严重 如果这个是发生在陆地上 这个8.1的伤害会蛮严重的 但同样都会有不少的死伤 这是9月7号 再来 不到半个月 在半个月内 墨西哥发生了两次强烈地震 9月19号又发生强烈地震 而这一次的地震 镇央中心是在陆地上 所以死亡的人数就蛮多的 这是上个月 墨西哥在两周之内 发生了两次严重的大地震 地不灵 地不灵将恐发 大家好去体会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说 为什么会极端气候越来越多 好像各种灾难越来越多 很多人都怪罪 那是外境 老天爷在报复 不是这样的 老天爷是我们的父母 我们父母是慈悲大爱善待我们 而是我们这些子女 有没有觉醒过来 没有觉醒过来的话 我们就一直在那里挥霍 吃喝嫖赌 吃喝玩乐 然后把后患又留给社会 留给后代子孙 如果我们懂得顺天之道而为 那情况都不一样 所以这些灾难 那都是在告诉我们 人心的污染 人没有好好爱护生态环境 所以各种灾祸就会越来越多 这个不要用盲信迷信那一套 去理解 我们要回归到 人心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力 这是近几年来 全球的一些强症 这是两年前发生在 尼泊尔的七点八级的地震 而这次地震因为是在陆地上 所以死伤人数蛮多的 像地震发生在这个国家 责任并不是完全是这个国家 我讲的是 全人类的集体意识 会造成很多的灾难 如果人类的集体意识 一直在啃食破坏 只是发展工业科技经济 而牺牲生态环境的话 后面就会带来很多的灾难 你看 第五以灵地恐发 就会略是这种情况 所以不要只是单纯地看热闹 不要以为说 这个天灾很多 什么很多 然后又消极悲观 逃避厌世 我们要冷静理智地去面对 这些原因到底在哪里 我们希望这个世界能够真的安定 社会能够和平和谐 这个世界能够真正的和平 但很重要的 都要从我们的心灵开始进化起 人类要有正确的观念认知 要体会道是什么 不然的话 人类会一直背道而为 然后一直在破坏 我们的医生父母而不知道 史上最强烈的台风 海岸侵袭菲律宾 这是四年前 史上最强烈的台风 我们再把这句话 朗诵一遍 起 当世界上众多人 民心 大家都是体会天地父母的恩德 浩瀚伟大 我们所作所为顺天之道而为 自然的家庭和谐 社会祥和 这个世界 它自然就会呈现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但是如果人类一直的用 人本主义 然后瞧不起地球 瞧不起生态 那不断地为所欲为去做的话 就会造成 天不清 地不灵 整个生态环境 整个气候 都受到了破坏干扰 就会形成极端的气候 所以就会变成风不调雨不顺 风不调雨不顺的时候 你看这个本来是湖泊 都逐渐地干掉了 该下雨的不下雨的 该降雨的地区不降雨 结果这些水库 湖泊 一个一个的干掉 像这些都是大自然 在警告人类 不是大自然在暴富 而是大自然在警告人类 这样下去的话 风不调雨不顺 该有水的地方没有水 大自然还是一样会降雨 降雨就形成什么 暴雨 水灾 风不调雨不顺 就会这样 这个本来是河流 但是这些水都干掉了 干掉了 我们大家好去体会 什么叫做 古无以迎将恐结 这个都是人类的 被天之道而为之后 我们伤害了生态环境 形成风不调雨不顺 结果这些水源都逐渐地枯竭掉了 这些百姓怎么办 就容易形成饥荒灾难 把这一段练一遍 起 八五得一生 八五五一生将同变 同样的 这个都有关于 我们是顺天之道而为 还是被天之道而为 大自然天地父母 都是仆爱 所有的众生 仆爱人类 问题是 人类你怎么做 如果我们顺天之道而为 万物得以生 五股丰收 如果人类一直在 对抗大自然 破坏大自然 伤害我们生态环境 万物无以生 将恐昧 像有些资料 他们把去年发生了一些 全球性的情况 做一些整理 包括各地区的 旱灾 水灾 这些都是可以让我们参考 你看 风不调 雨不顺 你擦了秧下去 这些秧苗 会怎么样 枯死掉 这就是 万物无以生 将恐昧 水 没办法 正常的滋润 各种龙作物 就会逐渐地 枯死掉 这些科学家通常都不把这些算进去的 我很希望全世界的科学家 我们不要只是站在人本主义 研究人类所要的 我们一定要有宏观 希望全世界的科学家 学者专家 大家要有宏观来看 人类是依什么而存在 不能够只站在人本主义来考量人类的需要 而是要站在宏观的立场来看 怎么样才能够形成 世界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世界 能够永续苍容 世界它是一个 真的能够万物 并存并茂 共荣共存 这是全世界科学家 包括全世界的教育 所要重视的地方 如果按照之前 人类这样的一种发展 为了人类本身的需要 而牺牲生态环境 环境就会越来越恶化 像泰国 你看 严重的干旱 那些龙作物 枯死掉 这是非洲 万路无以生将恐昧 风不挑雨不顺 旱灾 旱灾 所以这些动物就死掉 所以要知道 跟人类的集体意识 有没有关系 都有很大的关系 这是巴拉圭 和阿根廷 因为遭受严重的干旱 结果呢 本来是水源充沛的河流 鳄鱼在这里生长 表示那个水都是蛮多的 而且不是说下雨才有 那个水源都很充沛的 结果这些鳄鱼 大家看看 上面死了好几条鳄鱼在那边 因为水源干枯了 食物也没了 水也没了 还有澳洲的大宝礁 本来是大自然留下的 非常美丽的世界 但是这些大宝礁的珊瑚 这二三十年来 却逐渐逐渐快速的死亡 这是大自然留给我们 珍贵的资产 当缝不条雨不顺的时候 就会闹 饥荒 干旱 旱灾 当旱灾的时候 人类才体会到水的重要 但是这些都只是治标 只是在治标 所以人类要从根本来检讨 来化解 怎么样让这个地球 可以永续苍隆 这是很重要的 你看 所有的极端型气候 该下雨的时候不下雨 形成旱灾 一下雨 有的是大暴雨 有的是大的冰雹 你看 这是去年发生的事情 你看 下下来那些冰雹 像鸡蛋那么大 这些车窗挡风玻璃 被砸坏 被砸坏 你拿着石头去砸都还不容易 那么快把它砸坏 结果你看 被冰雹所打坏 这个都是属于极端气候 异常的气候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体会 人如果被天之道而为 后面会是怎么样的情况 你看那些龙作物被这么重大的冰雹打下去 还能够存活吗 这就是万物无以生 江孔妹极端型的气候 前段期间 侵袭中美洲 加勒比海 沿岸附近 还有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这个台风 艾尔玛台风 你看 这个都是世纪超强飓风 这是有纪录以来最强的飓风之一 被称为怪兽 所以人类真的要静下来去反观 人类要怎么样负起责任 我们也要对我们的子孙负责任 这些都是大自然在警告人类 不要被天之道而为 老子在这一章里面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被天之道而为 后果会是如何 这些让大家参考看看 而四年前的海岸台风 你看 这是地球上 有记录以来 观测到最强烈的台风 这种超级强烈台风 你看到它时速300多公里 比世界现在各国在运行的高铁 都还快 这么高的风速 它的冲击力非常大 也就是它的破坏力非常大 所以所过之地都造成毁灭性的损害 人类越厉害 大自然形成的各种灾难 就会越强烈 人类如果一直用科技 用工业 再污染再破坏 后面大自然形成的灾难 就会越来越严重 越强烈 所以这就是老子要唤醒我们 人类要了解天地父母的 奥妙 浩瀚 伟大 怎么样去顺天之道而为 这些灾难呢 你看 一次一次的台风 都是这么的强烈 都在唤醒人类 要好好地保护 爱护地球 你看 这些都是毁灭性的台风 毁灭性的超级飓风 这是四年前发生在 回力宾的海岸台风 很少过之后 都是成为废墟 这方面呢 科学家 重视赚钱的大财团 他会去考量这些吗 真的要把这些 要列入考量